各位播客观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电影《八角龙中》的导演兼主演王宝祥 《八角龙中》这部电影 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最终把这个故事带给各位观众 这部电影我希望能够传达出一种 生入野草不屈不闹的拼搏精神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拼出自己的出路和未来 我希望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 都能够从中获得力量和希望 本场活动是联合喜马拉雅播客频道共同举办 今天我们播客观影会的对谈 会编辑为一档节目 在喜马拉雅独家上线 届时大家可以扫描观影券上的二维码 直接订阅收听 这个可能我每次都会口播 已经很多经常来我们活动的热心观众已经知道了 就是大家入场的时候 给大家的一个观影券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今天大家所有的发言的内容什么的 都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订阅上面的 播客观影会的节目 然后进行一个回听 这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开场版 然后今天 可以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这是最后三场这样的开场版 对 就是我们因为第一季是喜马拉雅合作的 一个叫播客观影会喜马拉雅季 然后我们会在七月 就是最终的三场都会在七月做完 可以预告后面两期内容 我们后面还会有长安三万里跟风神榜 然后 风神 没有榜 对 风神第一步 风神第一步 然后 可以说吧 那个Steve老师下一次那个长安也在 长安三万里也在 然后我们待会会把那个购票链接 拉群里 今天买的还会有早鸟票价格 对 我们今天这个链接会在群们会发布 只有今天本场是一个特殊最便宜的价格 然后下一场长安的话 曹宁也回来 然后同时今天那个 应该 特别嘉宾可以提前在这公布一下 刘丽老师应该 刘丽老师 在那 红楼慢顿的刘丽 红楼慢顿的刘丽老师 然后 再举个手大家看到你 然后 下一场 下一场长安他也在 然后因为我们觉得说 又四个男的在台上聊 就比较缺一点女性视角的 然后 说的这么明显 就是现在做那个活动 一定要就是男生女生视角都要有 对吧 我来补充一下就是 为什么说最后三场是 这个口播开头 因为我们 这一季算是喜马拉雅季结束之后 我们后面 播客官员会会进入到全网 全网会分发 所以大家会非常容易的 在所有的平台上都会看到 然后收听起来 包括互动起来会更方便 我们会进入到另一个新的 一个算是这个项目的阶段 OK 好 今天这个题目是 那我就正式开始 那个Steve老师还要介绍一下了 是吧 那个是一个新的播客 史蒂夫说的主播 经常 然后我们那个史蒂夫 史蒂夫熊老师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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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今天遇到好多听众 都在门口遇到说 第一次线下见到 然后可能就是声音比较熟悉 但是可能这个脸相对陌生 新的主播嘛 新的主播 对 你的脸还陌生吗 你的节目的海报 对 也感谢二位的邀请 然后这是继 我们今年二月份深海之后 史蒂夫第二次来到 我们那个观影会做嘉宾 相信已经有一些观众 是深海那个时候就来过了 深海场在的 有吗 应该有吧 有 还是有一点 然后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我起的 因为说 博出一个自己的未来 因为这个电影 相信大家一看了之后 是会很有这种感觉的 首先它是一个 算体育类型片吧 如果算的话 讲那个自由搏击 自由搏击这个话题 然后同时呢 它又深刻反映了 中国的一些底层现状 尤其以青少年的 这个视角为主 尤其讲的是大梁山 西南片区的一些 底层的一些 少儿 青少年 他们的一些 关于自己的前途 关于自己的奋斗的 一些故事 然后这个事情的 其实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这就是 我觉得一开始 想让那个 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作为一个电影人角度 这因为这是 王宝强的第二部作品了 第一部 导演作品 第二部导演作品 第一部导演作品 烂到我甚至已经忘记了 对 我很 我很后面才意识到 他之前有部作品 叫大闹天竹 对 就是可以自动在脑海中 对 我已经抹去了 上次我说 这是宝强第一部导演作品 他说 我朋友跟我说 No 大闹天竹 我说 2017年 六年前 对 但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这一部 就八角龙钟之后 可以感觉 先说说你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宝强 还是会把电影作为一个自己的 中爱的事业会做下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第一部 大闹天竹给人感觉太像玩票和一种 因为他是春节党 太像一种圈钱的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就觉得说看了就看了 那么多年 因为他很受中国的 普通的电影观众喜欢 王宝强人缘非常好的一个演员 所以说大家有一种说 喜欢你那么多年 然后你做导演 然后就支持你一把那种感觉 就是拍得很烂 下次更别拍那种感觉 那这次等于是这一部捧出来 我觉得至少不丢人 他能够堂堂正认说 这是他做导演的一部片子 这个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然后我想先让关博 来说一说从电影人的角度 这个我跟王宝强没有合作过 在以前的电影行业工作的时候 但是莫名其妙 我们俩的交际 不知道为什么遇到 不止十个人跟我说 关华婷你长得挺像王宝强的 真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当然认为 我跟他不像 对吧 虽然他年龄还比我小个一两岁的 他真的比我 他应该是八一年的好像是 然后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其实我看了特别感动 我其实是之前自己 做过一个单口播客 在乌亚新机马里面更新了 我说给一个推荐观看 是因为他自己成长 这种成长的印记 是如此的强烈 因为刚才他说特别的 宝强他人缘很好 在圈里面 所以他拍第一部 《大脑天竺》 我觉得是周边的人 觉得他该拍的电影 到这一步 他自己有了独立思考 他有了坚持 包括他经历了生活当中的波折 他觉得一个 不只是一个演员 他是一个合格的电影人 那么他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坚持自己的表达 并且充分地释放自己的热爱 大家都知道他爱武术 对吧 只要知道王宝强的人 还要去少林寺被拒 就这种早年的这种意识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他像一个创作者 或者他用这部作品证明 他就是一个电影的创作者 一个合格的电影人 合格啊 我没有说他这么伟大 咱不要把这个事引申 我觉得他还会进步的 而且他明显 我能看到他巨大的进步空间 就是终于用这一部电影 证明了他一方面 大家都觉得他是太炯 对吧 在炯图那个系列 大家都会觉得 加上唐人杰谈案 他的好朋友陈思成 在这个电影后期也很帮他 大家都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喜剧闹主演员 陈思成那个 我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到后期 王宝强彻底没钱了 陈思成是花自己的钱 帮他把最后那一段 就是格斗比赛的 那个戏的地方的特效啊 什么的 都是陈思成花自己的钱 去做出来的 然后王宝强也非常激动 说到这一点的 因为他们是 二十多年的交情了 是的 就是世兵突击的时候 对 我相信很多年轻的观众 可能毕竟记得 他去刷脸 大家都来帮 其实大闹天除的时候 那好像不用刷脸 他就融资也容易 按道理好像喜剧 是不是也能卖钱 但是最终 我觉得他为什么 成为一个合格的电影人呢 他终于意识到 我是有喜剧的这一面 我是在世兵突击 或者更早的一些作品当中 大家喜欢我这一面 但他自己回归到内心 自己的表达 他要大家别忘记 他从哪怕天下无贼 最早《盲警》 哈喽树先生 还有《天注定》 然后他的底色 他是一个底层 然后他在北营厂门口 就电视设计旁边 北三环中路那边门口 去找这个群演的工作 那个状态 他是完全能够 跟这样的故事 现实主义 是他血液里面的 天下无贼 改变他命运的天下无贼 然后这次刘若英都出来帮他 对 有个宣传MV 好像刘若英帮他唱 然后刘若英 就是当时天下无贼的时候 跟王宝强认识 然后其实也是20多年的交情 所以我呢 第一点就从电影上 我就想表达一点 就是当一个人他成长 我们是透过了这部作品 是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的 我当然没有认为 这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我其实希望 听到在座的朋友们 去分享不同的观点 但是的的确确 如果我们对他够了解 在小屏幕上和大萤幕上 看过他那么多作品 不要忘了他花开两只一半 的确确是喜剧 他的取得的一些成就 他就是一个喜剧明星 但另外一半 他还没有忘记 自己本来的从哪里来 然后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作品 他去关照自己曾经的过往 他有很多 他骨子里面 跟他的精神气息 是完全贴合的 这是他的现实主义题材 这条路 我的感觉 他会坚持走下去的 当然也不影响 他继续拍 唐人杰太安4 就类似这种 完全不影响 所以这部电影我就看到了 真的很开心 他成功的帮助我 也抹掉了2017年 他自己也承认 不成功的导演作品 甚至我觉得就算了吧 就是大家都成长 就是这样 我就忘了他 忘了他 就是都会回头看 我当年怎么这么傻逼 对 你要一旦有这个想法 就意味着你意识到自己的成长 我就觉得蛮好的 好吧 对 我觉得他唐人杰肯定会拍下去 因为毕竟还欠着陈思成的钱 对吧 那个Steve老师 你身为一个死川人 对于大梁山 首先你对大梁山的情况了解不了解 我们再插一句 为什么要请Steve老师 这是我们俩第一时间想到他 除了我们想聊这个话题 跟今天这个青少年有关 更重要是Steve老师 你们知道吧 有玩搏击的 这是柔术 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练泰拳 一直练到25 6岁 后来开始练巴柔 巴西柔术 巴柔 对对对 不要说行业黑话 巴柔 听不懂 就是我应该是中国心理咨询师 里边战斗能力最强的 对对对 应该没有能打破我的 就是见到李松卫 你可以PK他的 没问题的 从战力到地面 因为在这儿 泰拳都是战力为主 巴柔又是地面为主 那今天就是因为我的身份 所以说这个片 我看的时候很挑戏 第一就是因为我是四川人 所以他们 尤其是宝强说的 这个 标准吗 不标准 完全不标准 然后就非常非常跳戏 就他说的那个像是带着 他是河南 他河北人 他河北人 就是像是 但他听上去像是有河南口音的四川 他在河南学过少林寺吗 OK 就非常 这个抱歉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跳戏 就他说的实在太糟糕了 所以 所以这个 会让我一直 有这种跳戏状态 第二个就是从格斗的 这个层面上来说 因为确实 因为我一直也看 就是UFC 他最后那个那一幕 其实他整个视觉上 所有的设置 他是完全模仿了 就是UFC这个比赛 因为这是现在世界范围内 最顶级的这个综合格斗的赛事 苏慕这个角色 也是有真人的 就是叫苏慕达尔基 是一个藏族小孩 他是从14岁开始 在恩波格斗训练 他本来是放牛的 后来去训练 后来一路打 打了现在UFC的中量 轻量级排名到第12名了 所以非常非常高了 就确实是打出来了 但是就是从 这个格斗的层面上说 因为现在我看过 不少格斗主题的电影 但是从技术上 我就有很多bug 有很多我看完就 就抓狂的那种 没钱嘛 主要是没钱 不是不是 是他为了呈现效果 但是他把有一些 技术动作是错的 或者说是 比如他前面有一个地方 主持人说 什么尝试做十字顾 但其实根本不是十字顾 就我很扣这种细节 就是不太专业 对就不专业 所以说看的时候 会有一点跳戏 但是这个片 他背后的这个故事 确实是非常 我觉得 让人非常触动的一个故事 因为原型 王宝祥这个原型 就是恩波 恩波其实以前是武警 然后他在武警 当武警的时候 同时也打了这种 散打的比赛 后来他退役之后 自己去做工程 就跟这个故事 其实契合度非常高 后来他其实是在 因为大梁山嘛 就是这个西昌那边 就是四川省内的 非常非常贫穷的一个地区 他在那边看到 很多那种小孩 没有人管 孤儿 他就想了 因为他自己以前也练格斗 所以他就开了 这么一个训练馆 把这孩子招进来 一直练 包括后来 遇到媒体的争议 这个也确实有发生 就是2017年 当时就是这个 格斗孤儿的事件 遭遇了很大的 这个舆论上的这种冲击 但是到了后来 一方面 就是他确实培养出了 一些非常棒的格斗选手 包括这个恩波格斗 这个训练馆 现在在国内也是 算是最好的几家之一 就他一直在坚持 做这个事 可能那个过程 没有这个电影 那么的抓嘛 就什么又被打了 手又被打断了 什么就 那个可能还有点 戏剧化了一点 但那个是真实的 就是家长 把所有的小孩 拉回去 是的 对吧 就是那波舆论 就是舆情之后 很多真的一些 真实的家长 就把自己的小孩 强行拉回自己家里去 不让他们继续练格斗 这个是真实的 对 而且就是 我觉得这个片子 像你刚才讲的 它也是很 走了它的这个 现实主义的这个 视角 包括它的底层的 这种对底层的 这种关注 其实整个片子 我看下来 我印象最最最深的一幕 反而跟格斗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去看他们 那个姐姐的时候 那个姐姐说 我反而也没有钱 然后他当时 做了一个很微妙的动作 他把手放在被子上 然后后面的画面 就被切掉了 但是其实大家 大概能猜出来 这是个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很牛逼 他敢用这样的情节 去描述 就是这个家庭的境况 包括 先跑出去那个男人 他前面那个台词说 就不会让他 再欺负我姐姐了 这潜台词 其实都包含了 对 一开始我都没注意到 但你这么一说 是的 就是他就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他尺度 真的还挺大的 他说了另外一句说 我也能做点手工 对 这个是他后面 又饶了一下 着补了一下 着补了一点点 对对对 就是他敢用这样的情节 去讲这个故事 我觉得 就是真的还是 有看到他在很努力地 在去 就是在写实吧 在看 在让我们看到 现实是什么样的 对 这个我觉得还要是要结合 就是尽最大可能了 就是大家现在能够看到的版本 已经是尽最大可能 所以他在那场戏的结尾的落脚 他为什么当后来那段又闪回 就是他一个人的背影 他本来抱着这个目的来 兴师问罪 后来发现 居然比他想象的还要惨 甚至还要把钱留下 他站到外面 面对着光秃秃的群山 没有什么讨生活的地方 是一个背影 就那个镜头 其实很动人的 所以你看到后来 是不是又用了一次 就是这种血液的镜头 就是他一转身说 跟我走吧 就是我都觉得 这是在塑造这个人物 就是这个导演 我觉得他是会拍的 就是本来这个片 我看之前 我想象 我以为他会拍成那种 就是励志的 热血的 然后青少年从孩子长大了 结果其实看完之后 我发现他讲的是 还是社会底层的 我当时 你也说的 社会底层的出路的问题 对 我当时感觉就是 因为我很早看的是 提前点印嘛 大概一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前了 就差这一个月时间 一直陆续在点音 其实就是一直在积累口碑 我当时看的时候 说老实话 我说一开场 我就说 对于宝强的这个努力和坚持 我还是给予一定的 很高的一个赞扬 因为我觉得他还年轻嘛 作为导演 他其实还很年轻的一个导演 未来还有很大的 45岁之前都算青年导演 对 还有几年 关博现在44 再过生日44 但是我说老实话 就是说 当时这部片子 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觉得给我感觉 就是摔跤爸爸加 我不是要神 就是大概是这么样的 一种感觉 然后呢 我觉得 我能理解宝强的一点 就是他真的很看重 这个电影 很努力 所以说他给我感觉 就有点 给的有点多 然后发力有点猛的 那种感觉 体现在哪 首先我觉得 整体上 我觉得最后 我纯从一个观众角度来讲 最后那个格斗 那个戏 一般来讲 意义来讲 应该是一个 Crimax的一个地方 就情绪最饱满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他前面 就是事情的故事线太 太起伏 太抓满了 导致我们到那个地方 就觉得 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种感觉 或者说可以营造的 再厉害一点 因为他前面那种 就是说被关 就是什么 他被赶走啊 然后这个 这个俱乐部被关啊 然后小孩还 就是断腿啊 或怎么样 你整个情绪被他已经调动的非常厉害了 最后落到这么一种结局的方式 我觉得有点弱收了 有点收的偏弱 这个我觉得可能比较 我觉得可能比较可惜的一点 然后我记得 关博说过 他很喜欢他拍的那个夜景的那些戏 对 我这个我印象还很深 尤其比如说他追那个 那个不是有一个小孩 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吗 他追他 穿过田野那样 对啊 然后包括他中间有几度非常徘徊的时候 自己在野外走路啊 然后抽烟啊 什么的 我就想到那个 第一场 那个沙场戏 对对对 我就想到 很像那个三块广告牌那种拍法 就是晚上那种戏 这种质感真的非常好 可以看得出 宝强真的是很有追求的一个人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是想给的有点多 然后还有一点啊 就是 我不是要神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不是要神这个电影 就是他这里边非常非常像 就是比如说他宣布 关俱乐部的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吃饭的戏 火锅 还都是火锅 对吧 药神也是吃饭的戏吧 也是火锅 然后他自己先吃完 然后开始骂街 把所有非常爱他的人 全部骂一遍 然后全部赶走 赶走之后 他自己改行 一年半载之后 又回来之后 发觉他当时抛弃的那些伙伴们 一个比一个惨 就是还记得徐珍 到时候回来的时候 王家 我那个谁 王传军演的那个病人 突然一下在家里不行啊 或者怎么样啊 就是让我感觉非常像 甚至连最后 他觉醒的那一刻 都很像我不孝神 就是王宝翔在这里边 坐在一个车里边 然后在街头看到四川那种 像跳大神一样的那种 变脸 变脸 什么跳大神呢 我忘了忘了忘了 我把变脸忘了 这个细节忘了 喷火表演 还有喷火表演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徐珍有同样的 在印度 看到印度当地的一种 莫名其妙的一种 祭祀仪式 马路上都是烟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 白色的一个 猴子的一个神像 对着他看 然后瞬间一种 觉醒的那种感觉 我说 这个在你们电影人 就要致敬的吧 不好说 就我是感觉 他宝强是知道 什么是好的东西 他也想要 但是呢 可能就是真的是 年轻导演 就是还要有点底气 对吧 然后通过一步两步的 那个积累自己的经验也好 积累自己的口碑也好 下一步我期待 他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如果硬要说 骨头里边 那个挑刺的话 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 什么骨头里面挑刺 你看我 我说的多心虚 对 我说的多心虚 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 就是这样 所以说 给两位补助 他说挑骨刺 你刚才说这个 我也想问来 其实就是那个 变脸的一幕 我看着有一 我有点跟着他在干嘛 但是我不是特别理解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能解析一下吗 其实他其实一般都是要 那就是经典的剧作里面 那句话叫什么 大家记得吗 人物的湖光 就是他那一刻 在剧作当中的作用 就是他要经历了 所有的这一切之后 他要重新把这个人物 在那一刻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人物塑造 在剧作当中 他一开始是个 什么样的人物 一开始他是个 精英杀场的人 一个杀的场 跟王迅扮演那个角色 他是那个状态 然后到那一刻 人物的最高光的时刻 大家想一想 这个人物 是不是跟片头 有了彻底的不一样 如果有 那这个人物塑造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从故事片 商业类型片里面 他完成了该做的工作 我们举一个反例 就是此刻 我们不和官员会 都不会去做的一个电影 叫扫毒三 人在天涯 然后就是从头到尾 这个人物 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居然 打打杀杀 也两个小时 如果你们不小心看了 不小心 那你们倒霉 就是电影票会很不值 我们不会做的 所以真的 这就是你要问这个作用 就是他要 展现他的 巨大的变化 我是那个语文克代表出身 硬要说一说 那种意义的话 我觉得 我们社交神里面 他面对的是 印度的那个神佛 那是神佛 他里面有一种 悲天悯人的东西 他意思就是说 你要放下你的个人 敏欲毁欲的那些东西 真正去救人 这是一个 然后这边变脸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金刚怒目 菩萨滴梅都要有 就是你该对这些孩子 好的时候要好 对于那些质疑你的舆论 那些非常不好的人 你要会变脸 会撕他们 然后他就会有 后面的一个 在棚里面 跟那个观众对峙的 那个戏 虽然那个拍得 非常莫名其妙的 就是我本来以为 会有那种非常 大端的那种 慷慨陈词的演讲 但是他说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 排词没有特别有力量 对 他的那个点 我觉得这点 你可以稍微批评他一些 就是他其实 他跟那徒弟 做了个扣 他们等于 互相配合了一下 他们在 看守所里面 也指责他 是他们这一个小默契 他等于他自己 导演了 录音棚里面 或摄影棚里面的 那场Drama 对 所以这就是 你可以说 他想明白了 我要把这事掰过来 我们的师傅 徒弟们 他那个扣我看懂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那个 攻击质疑下面 观众的时候 如果编剧写一点 非常让震撼的 一些台词的话 会让这个片子 更有传播度 我还是举药神的例子 当时我记得 那个毛孩的妈妈 那个老太太 那个演员 就对着那个周一维 那个演的警察 就说嘛 说我们什么 就是看病嘛 卖了几套房什么的 穷 最大的病是穷病 然后说什么 怕了 这些都是金剧 会让人家在那个地点 特别有感触 我当时就想 我刚刚是在看 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说 其实我觉得 他在那个地方 就说一句话就够了 就是如果你们 真的同情这些孩子 你花钱啊 你们把他们养起来 因为我留学日本 日本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剧里边 有一个小姑娘 有一个台词 非常厉害 她就说 你同情我的话 给我打钱 就是不要那种廉价的 跟你无聊的 就是以前我看 郭德纲的段子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 一个段子 他就说 于谦的爸爸 于大爷 就是见不得身边有穷人 然后让穷人 统统搬走了 这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现场 就是回溯 恩波那个事情 其实就是一样 舆论有的时候 真的站在一个 非常势不关己 同时道德高度 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说一些事情 但是他会忽视一些 底层的真实的 那个东西 这也是我今天想 后面想跟大家来 大家来探讨的 这么一个话题 关于 首先我觉得 Steve可以先讲一讲 就是运动这个事情 跟青少年的这一块 因为我相信你 肯定也有所涉链 因为你自己喜欢 拔柔 什么柔 肯定也是出于 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来看 体育运动 对于青少年的 那种身心的那种 我们先且不说 他的命运的改变 就是先说 身心的一种改变 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 其实对于 整体在文化上 崇尚偏儒家的 崇尚和平 崇尚和谐的 所以其实我们 对于暴力 我们对于恭敬 这件事情 有一种本能的一种 排斥 排斥也好 包括这个当时 恩博格的什么 格斗孤儿 就说这些小孩打架 就看上去很暴力 很怎么样 不是好孩子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会本能 把这个东西 用一种比较 比较贬义的方式去看待 甚至我觉得最后那一场 就他们在那个大的 那个竞赛场 竞技场里面打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 故意把那个画面 搞得很血腥 就是很多血啊什么的 你说最后 对最后那一幕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有 反而我是有感觉到 他就好像是 他有一点想让观众 来审视我们对于 格斗这件事情的态度 他看上去是很血腥 是有很多的血 但他到底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 想到关于格斗 包括关于就是 一般性的暴力跟攻击性 我们就说个日常例子 比如说两口子相处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不要吵架 对吧 因为有冲突 因为会有矛盾 而这是不好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人格的丰满和多元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意味着 每一个人的 那个攻击性的 暴力的那个部分 第一它百分之百存在 每一个人都有 第二你必须要直面他 你必须要了解他 包括你也需要 学会去驾驭他 因为我们就是 练格斗的人 会有一个说法 就是越没有功夫的人 越没练过人 他越有可能动手 越练过的人 其实越 反而是越peace 反而是越和平的 当然从现实层面 是因为你知道 练过人 你出了手的话 你会赔很多钱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 就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 你已经见过 你自己的那个 最具攻击性 甚至是那个 很有杀气的那一面 暴力的界限在那里 对 你就能驾驭他 你跟他熟悉了 这个内心的猛兽 他就变成了一个 能够帮助你的力量 而不是一个 会统治你 会牵着你鼻子走的 一个部分 所以我看完这个片 包括一直 我对格斗的态度 都是这样 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都应该去尝试 就算你作为健身 你也应该 比如说你也可以去跑步 你也可以去撸铁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蛮鼓励大家 就是都去练 练某种形式的格斗 然后去见一见 你的那个 最狠的 内心的猛兽 对 那个猛兽的部分 这作为一个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练习 因为你刚才好像 要身体对抗 只要是身体对抗来的 就可以 你刚才好像 触摸了到底一点 你刚才又好像 又滑过去了 就是你觉得 就是亲密关系之间 也是不能回避 这种对抗的东西吗 是 对 我刚才想问 你不是 对吧 你不是已婚人是吗 你会跟你太太 有的时候说 今天我有点情绪 我们就battle一下 会不会这样 肯定会有 因为我觉得 就是其实 你说暴力也好 你说攻击性也好 我觉得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功能 是它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对 就是你 比如说你跟你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吵架 比如你跟你伴侣吵架 你不在乎的事 你是不会为之而吵架的 一定是因为这个事 对你来说特别特别重要 你才能表达出来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 一直被驯化 一直不敢表达 一直不敢展现攻击性的人 那平时有些事情 你吃亏了 你觉得算了就过去了 但是当有一天 当你真的很在意的事情 被剖鞋 被侵害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 你还没有办法 展现你的攻击性的话 那这就真的是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因为今天在场很多女性 我觉得这个对于女性来说 是一个尤其重要的事情 因为普遍来说 男生展现暴力 怎么说呢 多少还是有点被OK的 危险 有点危险 不是 男性展现暴力 就是说比如说男孩子打闹 家长会觉得这个 哎 男孩子吗 对于女生来说 你是不能展现一点点暴力的 对 不被鼓励的 对对对 但是就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人际关系 对的 你觉得话说话还没声音吗 有吧 你看 关键时刻就把你逼掉了 刚才关老师说的是 不包括重庆女生 不包括重庆女孩 因为我们Steve的太太 是重庆人的 特别猛 而且她现在也在练拳 他们是穿鱼CP 对 他们是穿鱼CP 你是成都人 对对对 所以我是练柔术 有了 有了有了 她是练拳 你也练拳机 要练拳机 OK 拳机只能对她的泰拳 一个站立一个地面 还是打不到一起 OK 然后还有个问题 就是Steve刚才提到 最后那一段的那些血腥暴力 但是从我的标准来说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影响 一开始 最后那一段 一开始还是黑白的吧 对 就这个 关老师你是怎么解读 就是我当时以为是说 她刻意地想避免那种血腥的那种画面 因为你处理成黑白的话 血没有那么红 血的那个颜色没那么红嘛 然后等那个胜利了 就是结果出来了 把变成那个彩色的画面 是 一方面是这个口 第二方面 她会觉得说 隐喻一种 语文科代表来了 隐喻一种 她在比赛赢了之前 她的人生都是灰暗的嘛 拿了那个冠军之后 她变成彩色的一个世界 对吧 电影就是可以随便 语文科代表 过度阐释 其实都可以 你觉得呢 或者还有种很简单的 就是纯粹没钱了 没有 特效没法做 黑白的其实拍起来 也很难 对 更难 就是从艺术创作上 你要把黑白拍到 大家觉得 能够达成一种风格上的样态 这个其实 这摄影指导 罗潘比我高一级 我的师兄 然后是国内 应该是目前 就是中生代 最好的摄影指导 他拍了那么多成功的作品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儿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创作者之间的交流 就是导演和摄影指导 我还没转过来呢 然后 他们之间的一个 应该是共识 就是在这一段 因为我们想一想 首先这部电影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像 就格斗电影 纯粹的体育片 它更多的讲的 还是一个 反映社会现实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片 所以最后这一段 它前面没有什么太多的 正面展现拳击 自由搏击的这样的场面 都是过场 都是训练 所以我觉得它 目前从整个体量上 包括刚才提到高潮 这一段 如果你正经八百的 按照这种 拍一个完整的 一场比赛 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有点怪 因为它可能会跑偏 对吧 所以我会觉得 它把它风格化处理 用黑白 我觉得它考虑是 更多是导演的风格化处理 它要强调人物的命运 我觉得它其实想用这种方式 因为最终 我觉得点表面上是拳台上 但真正的落脚点 是站在旁边 被一束光 打亮眼神的王宝强教练 站在那 反复切了三四次 面无表情 就是它现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 终于它要 把自己的孩子推向 能够拿冠军进腰带了 所以它内心波澜不禁 它就看着你的拳击 所以我是觉得 它用这种方式 诊断了 它是一个风格化的处理 我作为打过比赛的人 我觉得站在一个拳手的角度来说 也许也有这样一个角度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一开始 他们两个最开始的 那个酒吧里面打的时候 他不是说什么 我叫你怎么不听 那小孩说了一句话 他说打着打着就听不见了 对吧 这个描述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当你真的进到笼子 你开始打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一种 你只看得见对手 所有的一些 全部都消失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黑白 它可能也是一种专注 就是当你进入到格斗的状况里面 你没有其他的情绪了 没有其他任何的杂念 就是打 就是格斗 它其实反而是一种 很纯粹的一种过程 这个东西在观众的角度 是体会不到的 但是对于拳手来说 就真的会有一种 甚至是周围一切都按下来 你眼睛里只有那个人 只有这个 所以我觉得它也许是 也包含这么一点 是不是应该连线一下宝枪 你当时到底怎么想 然后我想 没有 我们就没钱 这个不省钱 然后他说这个 突然让我想起来 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请到Steve 因为我自己 没有学过专业的格斗 但是我在 你之前还立flag 你说你要去打拳击比赛的 对 我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20年前 可以跟C总打 03年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不要太急 就是20年前 我在首都示范大学 电影学院隔壁 然后我学了一年多的散打 所以我其实抗击打能力 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练 所以我们最后 经常会 就是我是跟北航的 一个飞行员 然后教练让我们对战 经常要 那个是三分钟 散打跟自由搏击 差很大 区别是什么 散打主要是 拳 腿 拴 自由的自由组合 MMA还有 地面的动作 散打是不能有 反关节的擒拿的 这个是太危险了 本来散打是有 我们的中国的散打 是这个擒拿 反关节是非常厉害 反打是我们的特色 中国的 但是MMA是综合了所有的 其实它把很多 反关节的擒拿术 都应用到越来越多 现在MMA当中 其实也是禁止的 就可以有地板动作 很危险 它有地板动作 但是那个擒拿术 是很危险的 就是有一些 小关节是不能 是的 MMA也不行 也不行 手指也是不能掰 还有插眼 提挡这些肯定不行 是的 MMA是因为它 其实就是说 不同的流派 都可以打MMA 每一个人擅长不同 比如说练拳击的 也可以去打 摔跤的也可以去打 八柔也可以去打 只是每个人 最依靠的那一套流派技术 可能有不同 但是能因为 会有互相克制 对 就是因为你的对手 什么都会 所以你也得什么都会 所以说最后变拳财 对 只是这个拳财的话 你还是会有 擅长 有所擅长 我先看过 日本什么退休的 那个相扑运动员 去打MMA 实际上因为MMA 在早期的时候 非常混乱 就是完全没有 什么规则可言 所以就是 什么奇怪的 他那些重量级的部分 都跨着重量级能互打 我想表达就是 我那个时候 我经常会有 这种实战训练 戴上拳套 然后教练说 不准出重拳 真的如他所说 只要真的实战 我的重拳 互相挨的 打重的 我们还是带着 那个户头的那种 其实就懵懵的 每次教练都要喊听 我们都听不见 我跟你们说了 不准出重拳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 一开始训练 都是互相摸脸 就是不使劲 就是那种基本训练 对吧 就摸后脑得两分 摸着脸得一分 摸脸 两个男的互相摸脸 对啊 你可以把我挡开 画面有点诡异 抗击打训练 对我是最实用的 还有练摔是最实用的 就是你不怕摔了 所以真的是 一旦肾上腺素起来的时候 你周遭是 对 感受不到 就真的是格斗 会把你带到一个 异于常态的一个地方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 你就会有点不认识你自己 但是 好的格斗训练 它会训练你 再从那个地方再回来 因为你如果完全失控的话 其实你在战术上 你是会容易犯错误的 它反而是训练你在 肾上腺素 完全应激的状态之下 你还能够保持冷静 你还能够思考 包括你还能够阅读 你的对手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格斗训练 就对于每一个训练者 包括每一个普通人 你去练它最大的一个好处 你想象比如说你的生活中 你比如说你走到外面 你跟人撕逼吵架了 你骂起来 你骂一顿骂 这个时候你上头了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但是如果你练过 你可以一边骂 你一边想 我下一步要怎么办 你可以有那个多一根筋去想 就不会发生那种 今天没有发挥好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很多人是那种 就是我今天没有发挥好 其实就是因为 你是靠情绪去驱动 你的那个表现 对 一定要控制 突然有兴趣 我突然有兴趣 一定要有兴趣 真的 每次都觉得没发挥好 每个人对自己的掌控 我觉得你学过和没学过 对于面对危险的时候 你的身体反应被彻底的改变了 因为我们下意识的反应 都是躲 都是身体僵硬 其实你要跟这种本能去对抗 控制自己的身体 举个例子 现在突然来了一个恐怖分子 拿了大刀片进来乱砍 咱先不要说那种 没有枪戏啊 在中国 那如果兴过训练像这种 业余爱好者 像我们俩算业余爱好者 如果你是有点紧张害怕 那你要拎起凳子 拿走任何的武器 可能是这个脚架 去把它割开挡开 然后创造时间 保护大家撤离 或者说把它打倒 或者自己逃跑 争取时间 一般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 你就会瘫软在那 愣在原地 你想跑 你发现站不起来了 腿软啊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讲一个技术动作细节 就是我那时候练了一年多 就干一件事 为什么要从摸手 摸脸开始 它摸脸你不会挨重拳 所以你的眼睛 是不能眨眼的 你要看它来拳的方向 不要看拳头 我们看的是胯和肩 因为拳过来 肩先动 你看它身体能预判到 下一个它的动作 然后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别人一打你 你就一闭眼 就是从轻微的恐惧 然后升级 然后开始打拳 开始被打中 被打中了你也不能闭眼 下意识的闭眼马上睁开 为什么 你要看它歇下来 你要知道判断 通过千百次 还有那种抗击打心 我们人躺在那 拿大沙带 咚咚咚咚就砸那一顿 然后就咚咚咚咚 挨踹 就鞭腿正蹬侧踹 你都反复遭受 击打了无数次 你知道这个感觉 不害怕 然后真遇到危险的时候 要干一件事 教练越说 那时候反复说一句话 别人出拳 你只要往后撤 你就瞎了 他会蹦蹦蹦打 你要越靠近半步 破坏它的距离 和击打的那个点 你反而是安全的 但注意 你要知道接下去干什么 把它放倒 击打一下逃跑 所以说这是我当时 受用最大的 就是让自己害怕 我刚才说一下 关博今天穿了一件 八角龙中的文化衫 然后我们待会会有 抽奖和互动环节 就是我们大概有个 七八件左右 是剧组提供给我们的 我们到时候会给到大家 有别的奖品 我待会说 然后我很好奇一个话题 也跟命运有关 就MMA 你刚才提到那个苏慕 苏慕达尔基 它是现在第十二位 对 它那个量级里边的 第十二位 这个真的是在多大程度上 是能改变 它的一个人生轨迹的 它现在基本上 一场比赛打下来 都是好几万美元 是都给它自己的 还是说有什么经纪公司 它自己能拿 也是应该是好几万 好几万 那对于一个藏族的青年来说 真的是改变非常大 是的 而且它有一个可能性 是一直打得打 像比如张维利 也是UFC的冠军 张维利 一场几十万美元 包括那个重量级男的 那个叫张 张志伟 还是叫什么 对对 他是打拳击 但是他也是 像他这种 就是真的是可能是 以后打得好 的话是百万级收入 百万级收入 一场 对对对 他已经非常到顶尖了 因为格斗在国外 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还是高度商业化 高度商业化 对对对 所以它那个体系 你是可以去利用它的 但是你像所有的格斗 像拳击 最开始真的是穷人的运动 对 就拳击起源 真的是从底层 因为说白了 就是城市里面 精英家庭的小孩 他吃饱那个苦 因为格斗真的 训练非常非常的苦 我觉得说的 比较残酷一点吧 拳击比赛 或者看拳击比赛 它的成席 就是以前古罗马 斗兽场那种心态 是的 说穿了就底层的人 就是当代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娱乐 这个倒不完全 我觉得观众的层面 倒不一定是从 也有这个划分 我觉得 很喜吧 我觉得因为是我们 其实就还是说 因为人看到 这种暴力的展现的时候 其实本身 每个人的那个暴力基因的本能 会被调动起来 它会让你很兴奋 它作为一种娱乐 是很刺激 它相比于看个 马戏 看个魔术什么 它带来的那个情绪 刺激更大 所以很多的这个 你像现在国外那种 就是很大牌的拳击手 他们要打一场比赛 全是各种 是这种名流去看 因为对他们说 也是一个既有技术 但同时又很热血 泵发的那种感觉 而且顶级拳手 真的是可以进入到 一线名流的行列里边 不是 他是世界最赚钱的明星 最赚钱的 几乎可能比NBA篮球明星 可能差不多 赚多多 对 这是最顶尖的 top的运动员 那就回来了 就是从你的角度 你是完全高度 能够理解 N波当年做的这些事情 就改变这些小朋友的命运 但是选用了一种 在他看来 肯定没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当时的 社会议论来说 相对难以接受一点 是 我觉得 如果我是NBA 我可能也会这么选择 因为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 你去让他去上学 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一是他自己本身 作为小孩 他生下来之后 如果是孤儿 或者是没有人管 他整个就是 大脑发育 可能都已经 怎么说呢 有可能错过了 比较好的一个 从语言刺激 从知识刺激的角度来说 但他用他的身体 这是可以的 因为身体的锻炼跟发育 通过不断地持续地 反复地训练 他真的是有可能 就是超越大多数人的 所以说选择这样一个 怎么说呢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 你说暴力也好 或者你说很辛苦也好 但对这些孩子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 所有的选择当中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那你觉得这是 从心理上 是不是对那些孩子 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很好的矫正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其实很难切身感受到 一个大凉山 那样艰苦条件下的 孩子的生存状态 我说实话 我很难感同身受 我只能去想象 但是我自己切身 因为我做过很多体育运动 对人的这种改变 我也是做一个 城市的孩子 也比较无忧无虑地长大 所以我其实 你可能是不是 接触过一些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 他们算是 某种心灵疗愈吧 就是你看 如果是那样的生存状态 都要去靠打砸抢 去讨生活 那是不是通过这个之后 他会对他的精神状态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疗愈作用 在我看来 我觉得不一定是疗愈 可能疗愈也说不上 但是呢 因为在中国的 司法的研究里面 就犯罪心理学 会看到说 像监狱里重刑犯 就是有大比例 超过平均水平比例的 都是留守儿童 为什么是这样的 是因为 就是小孩子 如果生下来 没有人管 是孤儿 或者被忽视的话 这个其实给他 带来的这种 隐性的心理创伤 会长期的积累 而这种创伤 到了他长大以后 他更多开始 就会用愤怒 用攻击性的方式 去表达出来 所以当他们 去训练格斗的时候 其实是给他们 一个机会去学会 去驾驭 去控制自己的攻击性 我觉得这个事 是能降低犯罪率的 说白了 就是你想要 表达你的攻击性 你想要揍人 你想有很多的愤怒 你在一个安全的 好的范围之内 包括你在一个对手 跟你实力旗鼓 相当的范围之内 甚至你做件事 你可以赚钱 这样的话 其实是把它 这一部分的能量 用在了一个建设性的 或者说至少 不伤害社会的 一个层面 因为不然的话 就像是他们 开始说的那样 去抢劫 去什么的 你这么说到 我有一个切身的案例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 是一个少年的 棒球的案例 这个教练叫李伟 然后他就是 招了一帮山里的野孩子 来打少年 当年还是软式棒球 我看过那个片子 对对对 是个纪录片是吧 那是棒少年 那个故事远远不如 我说的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的 影视版权是我买的 是我去跟李伟教练谈的 他的故事 我觉得震撼程度 就是不亚于 摔跤巴巴 就是 但是现在还没拍出来 因为我转卖给了 另外一家公司 李伟教练 他在北京 丰台区 叫大城中学 他招了一帮 像跟这个故事特别像 也是野孩子 全是穷的 没孩子就是 也是打打抢 他也是一样 棍棒教育 生踹 那时候还是软式棒球 然后就是魔鬼训练 跟这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他们在成立了半年后 就拿到了北京式的冠军 然后就变成了全国冠军 然后代表全中国 就去打全世界青少年 棒球 软式棒球 当年还是软式 后来赶成硬式 的全世界的锦标赛 然后他们最后 就非常神奇的 在四强里面 有两个是甲子园的 冠军和继军 然后还有一个 中华台北队 他们最后 他们之前输了好几次 第三次又打进 这个世界锦标赛 最终在2011年 还是2012年 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一帮穷孩子 就在北京式丰台区 这是真实的故事 然后我去买这个版权 因为我在13年辞职 我一年看到 两年后 我从小马奔登辞职 第一件事 就去找这个大城中学 就找到李伟教练 我就陪他聊了几个下午 因为我说 我也是运动员 我喜欢电影 我也想买这个版权 他就卖给我了 几万块钱 很便宜 后来卖给了 另外一个电影公司 说因为开发很慢 现在也没有确定导演 然后我就给他 续了几年 又给人家付了一笔钱 那就是电影公司去付了 我就不掺和了 所以我后来就退出来了 我想表达的就是 他后来 李伟教练跟我讲 后来 当年的棍棒教育 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接受了 棒球是很好的儿童教育 现在反而是那些 有钱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棒球是靠脑子的 其实这个格斗 也是得非常聪明 不然的话 你那个战术 根本就打不出来 但是当时真的像你说的 这些孩子 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 当年棒球救了我 李伟北京人 当年后来开黑车 开什么的 他小时候就是棒球队的 他跟我的一个 电影同行的老板 还是小时候 在一个棒球队 当年他就是打砸抢 他说要是没有棒球 我现在就在监狱里面 我现在看到这些孩子 我就一个想法 你别去祸祸人家家 就北京话 你别去给人家去杀人放火 你就跟着好好练棒球 其实是对社会减少危害 就跟你说的是 一模一样的话 一模一样 是 我补充点 就是我本来想 想到一个很好的 一个嘉宾人选 就是在Steve之外 我们还想再邀请一位 不过他后来人不在国内 又是那个竹内亮导演 竹内亮 就日本那个拍纪录片导演 他非常巧 他就拍过一部纪录片 就叫大梁山的孩子 他就关注过这群人 然后当时他关注的 一个运动项目是足球 是足球 就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棒球也好 足球也好 自由搏击也好 体育 我为什么很支持 体育产业发展 体育如果作为一个产业 是能够发展的话 是能够改变很多穷 穷孩子的命运的 因为我们 你想一下 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不涉及到种族歧视 很多黑人小孩 很多黑人小孩 他们家庭第一的一个要务 尤其妈妈 黑人妈妈 你可以是从小 比如说不知道爸爸在哪 然后念的学校非常差 但是你一定要身体好 一定要 比如说橄榄球 篮球 棒球什么的 因为就代表了 你的阶级的 跃身的一个可能性 还有一种就是 还有一种就是说唱歌手 就黑人的话 中国其实也是 当年比如说选秀节目 因为这个 我身为四川人 更有这种感觉了 当年什么超级女生的 那种年代 四川就是一个非常多 一些在普通酒吧 唱歌的一些 助唱歌手啊 什么的 就是会去参加 然后祈求着一种 一夜翻身的那种东西 说唱也是 说唱也是嘛 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文化的东西也好 体育的东西也好 它除了作为一些 我们所谓说 寓教娱乐啊 德育体育的 这个东西之外 它真的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身影 应该好好对待 对 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一聊到什么资本啊 一聊到什么啊 就舆论也好 或者说一些 大家在大众眼光 总说啊 这个东西又被资本裹挟了 或者什么东西 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 娱乐产业 体育产业 它背后如果 它代表非常多的一些 金钱的一些东西 的话 它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这是很需要 客观去认知的嘛 但我们有的时候 聊到后面 就是完全会 又回到传统那种 价值观的那种里面 说啊 万般接下评 唯有读书高 然后说怎么怎么着 对吧 就现在普通的跑道 都已经卷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你在互联网上 一聊这种话题 就会出现那种情形 而且我觉得最讽刺的一点 就是我当时做 我为了做这些 我还看了一些资料 就当时恩波也好 可这个片子里面 它展现的 其实有个很诡异的一点 那些家长 如果没有那些报道 他有了那个报道 去把他们拽回来嘛 只是拽回家嘛 没有那些报道 他也没有想说 让自己小孩去念书呀 他平时也是不管你们的呀 后来是因为 那个舆论的压力 或者怎么样 他们就是某种 信息的一些灌输 他会觉得说 恩波在做的那些事情 非常万恶不赦 非常就影响到 自己的一些面子也好 怎么样也好 去把孩子拉回来 但是你如果一调查他 他拉回去之后 是不是又把他 主动送到学校 其实也没有 这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最讽刺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也要说就是电影呢 他毕竟现在就是 也要下手不能那么狠 就是刚才你们提到 那个细节也好 还有我看到一个细节 比如说 他里边 讲到学校的那个话题 也只敢说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 那个校长不是好人吗 但是你可以想象 你代入一下 十年前 恩波没有去找过一些 功力的吗 那最后找不了一下 找不了嘛 也都受到了良好的 义务教育 对吧 我现在呼吁大家 就是有的时候 看一些文艺作品 什么的 也要结合一些 大家实际生活中的 一些经验 就是恩波当年做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他遭遇了这种 舆论的那种冲击 其实对他的说 从一定角度不公平 对吧 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通过这么一个电影 等于过了十年吧 左右把这个故事 重新讲出来 我觉得我们不要 紧紧停留在说 搏击啊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些本身 还是要看到中国 很多现实的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 其实当时知道 恩波这个事 我当然就觉得 这以后一定会是 很好的电影的故事 而且像你刚才所说 其实体育运动之所以 对于底层的小孩来说 是一个上升的途径 因为体育中间来说 它的公平性 是绝对超过了 整个社会的公平性 对 你的身体的这种发展 跟发育 跑得快就是跑得快 对 全头大就是全头大 而且你是可以通过 刻苦地训练 超越别人 就这个事 是它的投入与回报 是成正比的 这个对于一个 从来没有接受过 很好的家庭教育 或者学校教育的 一个小孩来说 这个会给他提供一个 非常清晰的理解 这个世界的框架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框架 那我要怎么理解 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做哪些事情 我才能得到好的生活 为什么这个 比如说比较底层 他比较容易绝望 因为他看不到 这个社会运行的 一个机制和逻辑 他没有这个资源 去感受这个社会的 实际运行 是的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贫穷最大的这个阻碍 其实不是物质上的阻碍 而是你在认知上 你永远被锁在了一个 只可能那么狭隘 只可能知道那么一点点 看到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 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片 对吧 就是这种 像我们以前看过 有一个片子是拍重庆的 那个棒棒 山城棒棒军那种的 棒棒军 对 有一个导演 跟着他们一起吃住了 一整年还是两年 棒棒军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是什么 就是挑夫 在城市里面挑夫 因为重庆那个地形 起起伏伏的 所以有很多人专门 就是扛着这个棍子 很便宜 非常便宜的那种苦力 然后就是很底层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技能 只能帮人挑东西 体力活 然后你就跟着他们去 生活了一年 拍他们整个生活 然后你会看到 他们一方面是穷 当另一方面 真的就是他对很多事情的 理解跟认识 就是他只懂得 抓住眼前的那一点小东西 包括通过赌博的方式 包括比如说 通过博彩的这种方式 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世界 一种恰当的合理的认知方式 对吧 但是当你进入到 体育行业里面之后 你至少能看见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 你努力训练 你强身健体 你拿出成绩来 你就会越来越好 然后你的生活就会 而且确实就会越来越好 对 就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还是 肯定是聊胜于物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重点说一说 然后其实 关老师年轻时候 在北京 比如说念电影学院也好 什么 其实当时的那种 北京的那种开放程度 和多元化 其实你能 用你的专门说的话 就是北京当时都神经病 其实很多神经病 就是因为北京当时 对于底层的人 他有特别多的可能性在 你像最早我们做 那个不止不休 就是一样 不止不休 那个主角 他就是一个 本科都没念 对 对吧 这样一个人 因为会写稿子 然后在北京当时就会 竟然有报社 愿意收他做实义生 然后成为一个 能写特稿的这么一个记者 这种逆袭的故事 当年其实不缺的 对吧 这也是我觉得说 最后我们是不是 花点时间来 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一 part 对 关老师来稍微的 给我们铺垫一下 我觉得因为在座 因为我们 不只是关注一些 社会的现实问题 毕竟在座今天 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或者听我们节目的人 大家还是在城市里面生活 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 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样态 以我的观察 包括跟李伟教练 之前我们密切的沟通 我去他无锡各种的基地 我都去 那时候去前期 做了可能上百万字的 这种访谈 我们前期开发项目 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 其实他讲的这一点 我觉得在这几年 全都印证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当有钱的家长 或者好的条件的家庭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其实美国也是一样 这些超级运动明星 大家想想谷爱玲 想想他妈妈 是从小怎么去陪他 这些故事 大家都看过报道吧 开一趟周末去训练 来回开车 可能往返两个小时 还是四个小时 就是每周都不变 包括还有单板滑雪的 那个什么什么一鸣 苏一鸣 苏一鸣考上清华大学 常年自己花钱请日本教练 大家想一想 最近这些打这些网球 冲出来的年轻的运动员 还有那个F1周冠宇 是的 所以说这些 其实都尤其是讲高科技 讲科学的训练方法 讲大资源的投入 但是不影响 就是底层有底层的 这样的一个上升 逆天改命的一个路径 就是还好这个世界 除了F1 但平行还有其他的 除了F1 还有足球这个东西 是的 还有自由搏击这样的东西 就是门槛没有那么高 那么卷 因为刚才关老师讲的 那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当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它的反回馈 正向回馈到一定程度之后 其实它就开始卷了 开始精英化 开始精英化了 我的意思说 它背后有一个科学的 原理是什么呢 很多运动不是你吃苦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的 你可以达到优良 或者良知上 但是世界最顶级的运动员 都是靠聪明的大脑 或者是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 这种东西 它需要学习能力特别强 然后需要很好的资源 给到它 你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 所谓的一些奥运的 一些夺经典的 一些运动项目 往往会造就某一个省 或者某一个县 出特别多奥运冠军 你比如说 我就知道湖北仙桃 湖北好像是有个地方 是叫仙桃 是吧 就是体操之乡 然后有的地方是举重之乡 有的地方是基建之乡 就是因为 这个东西真的 在举国体制里面 也会有那种 逆天改命的那种可能性 所以说 那么多的一些 小地方的人 他愿意去做 就是这个道理 可能也是因为 他有了先例 这些人他其实愿意 对啊 他会认为 真的是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成立 是成立的 对的 我如果落脚 就一个点就是说 我说鼓励在座的各位 未来可能你有孩子 或者此刻你本人 年轻都应该去 同意Steve一开始的 那个建议 我去做身体 对抗性的运动 然后哪怕还有一点 团队协作就更好了 最近虽然飞盘 火的什么什么 飞盘圆什么都出来 但是他还是 很好的一个运动 只是很容易受伤 大家做好身体素质训练 就是多去户外 我觉得这个绝对 是对你的精神状况 因为我其实觉得 今天这个片 给我最大的感触是 他对儿童的 身心健康 是的 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是现在这个时下 青少年的抑郁症的扩散 是越来越严重 我身边的同学 就是大学里面 管宣传口的 就在过去的这个春天 最知名的 Top的那些大学 跳楼的大学生 数量很多 不能对外公布的 我们在这也不要讲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文件 都是电话 会议 传达精神 但是这是大学生 已经成年人了 其实往下 高中 初中 到小学 现在越来越低 自杀 包括现在出现暴力事件 这个 以前是攻击自己 是自杀 现在是往外了 所以 最近那个吃大便 那个心 我都不想提 所以我看这个电影 我是想说 我们要自救 现在都到了一个 快自救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大家要去运动 而且格斗运动 我觉得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点 就是 它会把你的身体 推到一个极限 它会训练你 对于不适 对于痛苦 包括对于很多的 很糟糕的感受的 一种耐受 是的 所以 现在练八柔的 我们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在电子上 因为八柔是在 要在那个铺的地点 你在电子上 就是 如果你在电子上的训练 是你生活中 最痛苦的时刻的话 那生活就没有 其他的痛苦 对啊 因为真正的 在这都是硬地板 所以你看到真正的 为什么马路上 不能动手 但凡遇到个摔跤的 他给你来个大背跨 你在水泥地上 摆油路上被摔一下 万一是头衔磕尘 你就挂了 很危险 因为他们有些运动员 特别是小年轻人 手不知轻重 还按着有电子的那种 来做动作 非常危险 好吧 就是我 所以我但凡练过 那么一年多 我也挨过揍 就是这种击打 你看过之后 你一看这个环境 你就知道 人家这儿还好一点 就有地毯 你可能还能摔一下 没事 但真正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还蛮危险的 好 我们嘉宾的部分差不多 然后我们留尽量多的时间 给到我们现场观众 然后参与互动 或者发表自己观点的观众 不仅有机会 可以在线上节目中 听到自己的声音 而且现场可以获得 由喜马拉雅提供的礼物 然后我们更多的播客内容 在喜马拉雅都可以收听 Steve老师 还有主播们大家好 我是文艺 其实我有三个点 三个观察吧 就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第一个点的话 是我刚刚在观影的过程中 我是看到有几个画面 是女娃娃的一个画面 就大家应该有留意到 第一个她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她父亲带着她说 就是你们收不收小孩 就是收不收女娃 然后她说的是她收 就刚开始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画面 然后我留意到的第二个画面 其实就是在 那个主角宝强 她去送那些学习用品 给到那个教室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画面 就是女娃娃是看着窗外的 第三个我观察到的画面 就是他们当时是在 观看那个搏击的比赛的时候 是赢了 当时也是给到 切到了给女娃娃 这么一个画面 其实她这里面有展示了 好几个都是这个女娃娃 从很小的时候 包括她有慢慢成长 我就是想 就是觉得是不是 在这个作品当中 她是不是也其实想表现一种 女性就是对于力量的一种 表达的渴望 不知道是不是会在里面 会有一点突出 想是展示一点点 女性的力量 因为我看到那个女娃 眼中其实是有光的 看到她赢了比赛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个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 就是对电影的一个解读 第二点呢 其实也透过这一点吧 就是想说 是不是想也借此传达出 表现出我们女性对于力量表达 这样的一个渴望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留意到 其实最近韩国有一档综艺节目叫 海妖的文化 对其实这个口碑还蛮高的 就是在这个电影 这个综艺里面是展示了挺多女性的一些力量 她们来自各个部队 有那个武警 也有消防官兵 也有警察 其实都是在这个top级女性展现出很大力量的一些 岗位上 她们都有这样一个展示 但是就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女性的力量还有一些能力 其实相对来说 比起男性 比如说像这个题材中 它其实是讲成长故事的嘛 但我觉得它其实也有一种是体现在逆境中 一种力量的表达和呈现 就我也想请问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我们女性是挺少会说去表达 或展现出我们的力量和能力 有一些固化的思想可能觉得 这样的女性 她可能是有一些之类的词语 说什么男人婆呀 女强人呀 这种女性其实有一些男性会不敢怎么接近 有一些男性会觉得想找温量 那个温柔贤惠的 就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是怎么去看待 以及女性是如何在这样的一种 当下的一种环境下去表达 我们自己的一个力量去展示出来 这是我想就是跟大家探讨第二点 那第三点 还有啊 两个好吧 就是留一点时间 或者你短一点 第三个 好我短一点 我就是想继续探讨就是女性 她就刚刚也承接到了 三个都是女性 就是在亲密关系中 是如何去表示自己这种愤怒 就是怎么去呈现 怎么去表达 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对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想跟大家探讨 因为她刚才点了你的名字 第一个我 这个主要还是你来 对对对 主要你来 第一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这个像UFC比赛 现在中国唯一拿过冠军的 就是张伟丽 就是女的 对我觉得在至少在格斗这个领域 在这些年的发展 就是已经已经 我觉得已经不存在这种 您请坐吧 就是就是就是说好像是这个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运动 因为现在中国现役有好几位女性选手 还有张伟丽 熊敬南 还有一个叫什么 我有点忘了 好几个女性运动员 而且他们的那种形象 我觉得是很颠覆 尤其是我觉得张伟丽 他夺冠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说 就是格斗不是一个只有女性 只有男生才能参与的一个运动 这个片的话 你说这些事 我有注意到 说大实话 我觉得如果是让我的话 我可能会安排 至少有一些女性的运动员 是真的有去训练 就是你稍微平衡一平衡 这个视角 对吧 但是你发现他那个现实 就是当时这个恩波格的 这个社会现实当中 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话 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 确实是更多的是男孩子 在外面撒野 包括进行犯罪活动 女生可能更多是 我不知道也许是待在家里 就总体来说 他呈现出来的那种倾向 可能不太那么容易被注意到 他的出格的行为 可能不是那么的夸张 所以可能他没有太多的 带入到这个里面 就这个具体原因 我不确定 但是我绝对同意说 在从这种力量的表达 跟表现这个上面 对于女性来说 是完全可以去跳出 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好像是 就这个我拿一个 男性的对立的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其实就是男性表达脆弱面 和女性表达恭敬 这两件事情是一个 男性女性 我们都不敢跨越的 一个边界 是的 是的 但这两件事情是都可以去做的 而且他做了之后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绝对是认同 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跳过这种边界 可以去做一些这种 在传统的性别观念里 你不可以做 或者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如果扩大一点 讲在体育层面里面 那女性的活跃 现在日益明显 我们现在很多年 越来越多 就是有女性的运动明星 被大家追捧 你比如说足球的 比如说网霜 篮球的李梦 然后那个刚才 那个国外联谊 这种就不用说了 然后还有足球的 就是赵丽娜 赵丽娜我那个 就是那个 好厉害 就是属于我觉得 最近什么跨栏运动员 六边形战士的 一个女运动员 跨栏运动员 我看也最近很火 对吧 我就举一个总结而言 就是刚才这个女生 她提很重要一点 就是在我个人看来 白幼兽 这样的女性的传统的审美 不管是男性附加的 还是女性自己觉得 白幼兽 这为特点为主 我觉得会慢慢的 正在改变 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姥姥姥爷 特别是姥爷 就是叫 是Fit for Life 那个播客的主播 张维雅 不是关老师的姥姥姥爷 你要解释一下 因为李福老师的 很多听友来 他们知道 应该知道 他们在万宁冲浪之后 现在看看他的那个照片 黑的跟古铜色一样 他已经意识到 这个比以前美太多了 还有很多 哪怕我们网络上 这种KOL 他们通过自己的 生活方式的分享 我觉得 我就一句话 就是说白幼兽 会慢慢的退场 它会一定比例的保持存在 但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更健康的审美 就是这种观念 就是这种观念跟审美 它其实还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平行联想到 就是关于格斗 包括关于暴力这件事情 因为以前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民间不是很多武术吗 什么各种这样拳 那样拳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就做过一个解释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其实这些拳看上去 因为传武就是传统武术 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不实用 它只是做样子 对吧 然后就很多人就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样的 当时这个博主 他就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其实这些武术 在最开始的时候 兵器 他是拿着兵器来练的 对 所以他的杀伤力非常大 对的 但是你把兵器拿掉之后 对 他就看上去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呢 因为如果我们都拿兵器 去练的话 在传统社会来说 那就很容易造成就是 泄斗 就是泄斗 包括可能是对民间起义 什么 那就不稳定了 所以他其实需要有一个 去武器化 去军事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才形成 对于暴力 是有这样一种 就这个不好 有这样一个观念 民间近武了 两三百年 对 他有这个大历史背景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观念 我觉得可能背后 他都有这么一个脉络 就是他的 之所以是这样 不是因为他就是对的 而是因为这样子做 他有他的社会的价值 但是对于个体来说 你是否一定要受到 这样一件事情的限制 这个可能就是 每个人自己去做判断 这同意 对 那亲密关系呢 简单说上去 他最后的一个问题 这个亲密关系 问C总吧 我觉得 我觉得亲密关系就是 我觉得可以去想的一个角度 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想想看 自己对于在亲密关系里表达 愤怒和攻击性 你见过的示范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的理解是 大家大多数人见过的示范 可能都不是特别好的示范 对 因为我们的大环境 就没有几个好的示范 哪怕你打开电视 电影 对吧 你看到也是都是 要么是失控 要么是很 包括什么激情杀人 什么的 要么就是可能是很冷暴力 很那种相互搞 我们没有很健康的这种示范 所以我建设性来说 就是尽量寻找好的示范 你描述一下 什么叫健康的那种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以炒开头 但炒完了之后 大家一定要坐下来 把所有的话 全部都讲出来 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愤怒 包括在亲密关系里 生气愤怒的背后 一定是痛苦 悲伤 脆弱 跟恐惧 所以炒完了之后 最终能把这些背后的情绪 全部都聊出来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争吵 而这样的争吵 就一定是有建设性的 怕就怕 你炒完了 其他的不聊 只是留下一个 对方的愤怒 我也很愤怒的印象 这样的结果 是大家就会越来越对立 因为我小时候 有过一个健康的辩论 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小朋友就是在辩论 长大了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好像就 这种功能 我就衰退掉了 亲密关系当中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是遇到过的 是很健康的激情辩论 大家最后知道 这是在 咱俩观点不一样 但聊完就完了 咱就 但是这个可能有点难 这个就pass了 我也说不好 我也说不好 然后下一位 谢谢凡叔 其实我也是看过点印了 你真的买了我们票 对吧 我真的买 因为没有赏你的票 对对对 那个我直接主要是 冲着Steve来的 因为4月20号 我们灌篮高手的 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问的 然后当时我记得 凡叔做的ending 就是解决问题 然后被看到 然后4月23号 Steve说 马上就回归了 所以很感谢Steve 我有点内部消息 对对对 我现在才发现 这是有内部消息的 开玩笑 其实既然Steve在 我也想问一个 关于心理学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知道 上周有一个 对于娱乐圈来说的噩耗 就是coco离开了我们 那其实当天晚上 凡叔也做了一个连线 跟这个凡叔 主播客宇宙 接下来两位女主播 做了一个连线 那场我记得 范天天是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的不对 方数纠正 就是他说 如果他的心理状况 有问题的话 他会释放一些信号 给到他的朋友 那我其实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去接受 朋友释放给我们的信号 那我们怎么帮到他们 对 补充一下 就是范天天他说的是说 他朋友里边有 真的曾经有过朋友在 您做吧 就是在释放某种信号 但是呢 他一直释放一直释放 时间久了之后 导致有一些朋友 他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 这个人怎么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朋友圈里面 也有这样的朋友 他一过12点 就进入emol状态之后 就会发一些 非常负面的一些文字啊 什么的 时间久了之后 你会觉得说 他是一种人设 还是他真的 遇到心里面的一些坎儿 或者怎么样啊 但范天天他因为有过一个 因为抑郁症 大概离开的一个朋友 的那个经验之后 他就跟所有 这些释放信号的朋友说 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请你来找我 我一定会陪你聊天 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我们就 引申这个事情 就说 因为Coco那个事情 让我们觉得说 非常震惊 是因为他平时是一个 非常阳光的一个形象 他去世之后 会有人感觉 你非常震惊 因为我那天看到朋友圈 大家都是不敢相信 这四个字 为什么不敢相信 他平时就是给你感觉 是不会这样的 那我们那天就是 要呼吁说 希望听到我们那期节目的 艺人也好 普通人也好 我说你不要羞于去展现 你的求助的一个信号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是自己的事情 不好意思 是一种羞耻 或者说他会觉得说 可能影响到他的事业的发展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们只是单方面的 呼吁说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你们听到 我们的喊话的话 请你老实的 或者说请你相信我们 然后请你释放这种东西 然后刚才那位观众 他提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接收这种信号 然后接收到这种信号之后 可以去如何去做处理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 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很多很多人在问 包括很多人会想 让我去写节目 写文章好 做节目也好 我觉得首先需要看到 大家现在那么关注 我怎么去回应 有抑郁症的朋友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触发了大家的死亡焦虑 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说 这件事情原来是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我们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掌控它 所以说大家会很不安 所以才想要去知道要怎么应对 我就是想愿意去共情一下 这样的一种反应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反应 然后如果说到 你觉得身边的人 可能有抑郁的话 首先一个人告诉他 别人自己有抑郁 这件事情确实在现实 在我了解的现实当中 确实在很多时候是 你得到的反馈是很负面的 对 因为大家会 因为不了解 因为无法共情 因为一些歧视跟偏见 可能就真的是会另眼相看 甚至有的时候 你最至亲的人 都会给予负面的一些东西 是的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 真的说我不开心 我说怎么样 就范天天他就说那句话 他就说他以前 他跟他爸爸说过 他说我现在情绪非常 我大概抑郁症了 他爸马上就有话 你这个性格会抑郁症的 全天下所有的人自杀 你都不会自杀 这种话真的是生活中 真的会有人 是很轻松地说出来的 但是往往最亲的人说出来的话 可能最伤自己最深 是 而且尤其像如果 我不知道可可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一个 大家都认为是很阳光 又很有成就 很出名的一个人 其实他们就反而会有一种负担 就是你都这样了 你还会抑郁 对 他反而他的那个位置 跟光环会把它架在一个地方 对 然后大家反而会 对他有更少的这种同情 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根本的点 还是在于 大家对这件事情不理解 就是说到抑郁 就是那抑郁是什么呢 对吧 就是我不了解这个事 我就不敢去接 包括比如说 如果有朋友释放出 他也许有想要自杀的 这亲生的这种信号 绝大多数的反应 其实都是 哇 那我要不要问他 那我还是不要问了吧 万一我问了之后 问得不好 是不是有反作用 他就 这事他就真的就坐实 他就真的要去做了 对吧 就大家会有很多 这样的想象 那结果就是 我们在面对这个事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很不安 你又怕犯错 那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态度 可能就会让那个 求助的人感觉到 哦 原来对方 他不想要回应我 他很孤独的态度 他不在乎 就这个当中 其实大家都很 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的出路 就还是说 我们更多地去科普这件事情 抑郁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 能够去理解它 我给石操的建议 第一就是如果有朋友 去跟你聊这个事的话 不管是说自杀 还是抑郁 还是什么的 直接地直白地去聊 永远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为什么会抑郁 在最开始来说 很绝大多数情况 其实都是因为一个人 他心里面 某些部分一直不被看见 一直被忽视 这种忽视所带来的痛苦 会让人非常非常地难受 从而他痛苦 到想要结束自己生命 这样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抑郁了 千万不要用 忽视的方式对待他 那只会加重他的痛苦 你直接跟他聊 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他会越聊越激动 是有这样的风险 但是你不跟他聊 是百分之百 放大他的痛苦的 所以我觉得 可以主动去聊 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另外就是大家 如果真的在意 这个话题的话 那就多花一时间去了解 到底什么是抑郁症 它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抑郁其实是一个 现象 每一个抑郁的人 背后的那个成因 跟那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这个人 你就去了解 他背后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 而不要只是看到 他是有抑郁的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可能 你带着这样一个姿态 坦诚地直接地去聊 然后给他机会去倾诉 当然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也看到你自己 你有多大的承受力 对 我刚想说 万一自己被聊抑郁了 怎么办 对对对 如果你自己精神状态不好 或者你自己 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觉得 你可以就是说 很坦诚地 告诉对方 就是我其实特别想帮你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 也有我自己的心理的问题 我也担心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会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之后 我担心 我给你的反应也会不好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聊 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 我们花个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有一个边界 有一个设置 然后这样子的话 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我给你我所有的注意力 但在这个之外 我还是鼓励你去 找更专业的人去求助 就是大家把这个事情 拿到台面上来说 而不是要藏起来 我问细节一点 倾听有用吗 百分之百有用 倾听是有用的 然后还有一点 肢体的接触 比如拥抱 有没有用 这看关系 那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平时 不太强调肢体上 比如说闺蜜之间 女生可能还好一点 对 比如说男生 比如说有个男生 我有一个男性朋友 他如果抑郁了 我们生活中好像不太会 男人跟男人之间 比如说有个拥抱 什么的 这种你比如说 我们从心理学层面上 来讲的话 就是说拥抱本身 有没有用 当然 当然 百分之百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 你通过肢体的触碰 你想表达什么 我觉得男生 其实也可以有这个意思 因为哪怕比如说 不是拥抱 哪怕我只是手搭你肩膀 但是我搭的方式 我的力度 我的时间的长度 我表达的意思 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 有一些文化差异 这个是很明显的 我那时候在国外 环球泛船赛 船员之间水手 都很热情洋溢 一旦上了岸 你管他 他的老婆 能参加你们这种运动的人 不可能有抑郁症的吧 我想说 不只是这个问题 就是逮谁抱谁 逮谁抱谁还行 真的你一上岸 见着我们又赢了 就真的逮谁抱谁 管他是谁的家属 因为都会有家属 在那等我们 然后上岸也是 但一旦回国 我真的来上海 没有抱过人 我经常 你知道我 这些还想抱 有的哥们 还就抱一下没事 遇到一女生 再见 这个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的确 然后就慢慢就适应 但有些一看 他是国外回来 他走的时候 还会拥抱 这两个非常具体的方法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用 蛮好 倾听和拥抱 对 倾听和拥抱 然后如果说 朋友圈里边 你看到这种文字的话 我觉得除了点赞之外 你就说一句话 比如说亲爱的怎么了 或者说兄弟 最近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可以小窗 我觉得很简单 那件事情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 聊太多 没有时间倾听 我觉得至少 你可以表达一种 无条件的认可跟支持 对 就是我百分之百 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很好 对 一定会走出来 就哪怕这个话 你觉得说了 你觉得他不信 但他听到这个话 他会好受一点 对 我觉得我们大家 对于对彼此 我们表达的认可 很多时候还是有条件 因为我感觉到你那个点 就是对于抑郁症来说 他其实很care的是 他有被看到 对 他有被关注到 那如果他在朋友圈里发 我相信一个人 如果非常抑郁的时候 半夜发个朋友圈 早上醒来 一个赞都没有 那很蛮吓人的 一看仅次期可见 不小心点错了 不是真的 我是经历过 至少是不是两次 是吧 Steve就可能看了我 发了一些 不知道去年11月份 一些政治性抑郁的朋友圈 就来问我 你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太好 我怎么样 就是 救你一命 对 救了好几名 是吧 然后就是要 我就会有意识 突然被人专业人士提醒 我就要马上自我调整 然后我提议 我们欣欣子来发个言吧 那个我们中信 中信出版 跳岛FM的负责人 对 欣欣子 谢谢 那个cue我了 分享吧 那个是这样 你哪里来的 我 你说我也是 也不算是小 我可能还没他英秀 但我也是小地方来的 对 我觉得你应该分享分享 你说这个 你的人生很 也是奋斗的人生 我觉得 OK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对 多活两年 就全赚回来了 所以身体一定要好 参加拳击 有体育爱好 然后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定要去做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然后这个 回到那个电影里面 其实 我想点几个角度 不是几个角度 我看出来几个 大家可能 一个就是这个里面 那个媒体 就我自己看出来 尤其是大家有没有感触 就是最近 我觉得大家可以 最近去看这个五年 或者更长时间一点的电影 媒体在所有电影里面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 可能还是很有感触 上次不止不休 我其实也看了 那个是特稿记者 因为是当年的那个 都市报 繁华 就特稿 特别那个的时候 但是其他的电影里面 所有媒体 只要媒体出现 哎呀我就觉得 我就长叹一口气 又傻 又就是又不办好事 然后没有什么 就总归是这样 就这个里面 我觉得那一点 还是挺感触的 就这个里面那个 媒体 媒体形象 媒体的形象 包括就是 不管是那个 比如说主流的媒体 还是自媒体 可能这几年会 我觉得又更糟糕 因为现在我基本上 看媒体的报道 或者有一个社会新闻的话 我基本上就当时看到 不管你是有视频 还是有什么解说 或者有什么评论 我基本上当天 是不做什么反应的 因为我觉得有点 内心里就有点 不太相信了 然后 但是我自己现在也觉得 我没有一个 更多的媒体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反馈 就让我真实地了解 不管是我们所处的 现实社会里面的这些 现实新闻 还是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就更加 我觉得我比看动画片 还要那个一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里面有几个 那个摄影 刚才听关老爷 有讲到里面 那个摄影 我自己觉得这个还是 这个电影就是 看完之后 我还是非常佩服 王宝强的 因为我之前就觉得 王宝强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演员 他作为演员来讲 已经是顶流的了 我觉得不管是电视剧 还是电影 那作为导演 我觉得这个挺很赞 里面这几个 大家应该有感触 一个是有孩子出现的 几个像定真的画面 就那个星空 沙场星空 还有那个就是 山下面就是花花草草 那个有颜色 那个 还有一些就是 独自个人 就两三个人 他们在 就恍惚 今天我好像看到了 阿巴斯电影里面 一些 一些场景 尤其里面 那些孩子的 那个造型什么的 我自己也觉得 我很喜欢 就是非常健康的孩子 又他特意 挑绝也挑得很好 那眼睛都很亮 这个我觉得 从电影上面 可能也要给他 充分的一些 也关注我看到 我就分享这些吧 好 感谢新放放 谢谢 谢谢 然后来 这位男生 三位主播大家好 然后我想聊一下 关于电影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很同意 就是关小说的 就是看到最后结尾 那个拳击赛的 那个片段 我会觉得 有一点点差一口气 因为拳击赛的设定 是在他受伤之后的 就是康复之后的 两年后 我觉得为什么 就是一方面 我在看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把 他在这两年 怎么做的努力 包括去复健 包括去针对性的训练 这个东西 给表达出来 包括他里面有个细节 就是王宝强 有一次他喝多了之后 去那个 他们在那 我忘记他们在干嘛 然后他们在吃饭 说王宝强去约会去了 其实去见教练去了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半夜 就是他在那边 练那个地面 地面格斗技巧 然后他这次对上的是 哥巴西柔术 也就是他的地面格斗技巧 非常强 我觉得这个能够 是否 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在最后的情节里面 加的是他之前小时候那些记忆 我觉得能否就是 把他在两年之间付出的努力 包括训练怎么样的加进去 我可能 我会觉得这样加进去的话 会更提气一点 但是后面看到 你们说 它是毕竟还是一个现实题 还是商业电影 我觉得不是运动电影的话 我这样也就能理解 然后我感觉因为 文宝强一直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 然后我能感觉到这部电影里面 他表现出来给我们的真诚 然后就是 但是 就是还是感觉 有一点点散 然后say的内容 有一点点多 就这样 谢谢 老师好 那个我有问题想问一下 Steve老师 就是因为我常听你的播客 就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就是您对于乐观 就对什么事情之后的 就是我们还是要去乐观看待 然后呢 其实在 你才看乐观主义就是 理性主义 那我是想说 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能够那么乐观去做吗 还是只是说 我们因为 没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只是 乐观是一个 可以安补别人 而且是一个 也能安慰自己的心理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实事 比如说我们 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有一些选项 我们就是 没有做一家选项 只能去选了 第二次要选项 所以我就在想说 乐观主义它真的 有那么的 就像一个万能神耀一样 在所有事情都能应验嘛 这乐观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其实就拿你刚才说 那个 那个为例 你说不是什么 基建之乡 举重之乡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地方出了一个人之后 所有人都跟着变得乐观了 但这个乐观 不是说是那种 每天起来很积雪 很开心 那个叫乐观 就是因为乐观 可能这个字本身 它可能字面意思上 有点误导人 它觉得得乐才行 得开心的 不是 对 而是要有希望 是的 它其实是相信 未来的某一种可能性 是比其他的版本的未来 是更有可能的 它是对概率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信仰 就是你没法证明 但你就是相信 它就是会发生 我觉得这个就是乐观 所以你不一定要很开心 你不一定要情绪很高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重点只是在于 从对个人来说 当你选择乐观的时候 你更有可能走向乐观 当你 如果你不选择乐观的话 像你刚才说的 它确实是一个 没得选的选择 如果你不选择乐观的话 那么事情极大可能 是要朝 很糟很糟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是有点 被逼着 必须得乐观 因为不乐观的话 那可能一切 就会变得很糟糕 这个是从个人层面 从另一个从社会的层面 从人际关系的层面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不是独立生活在一个 社会真空里面的 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想法 会影响着身边的人 尤其是跟你很亲近的人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你的保持乐观 是一种社会责任 这个社会责任 不是对整个社会 而是对你身边的人 你如果保持乐观的话 就算你自己 不认为它真的 对你来说那么有价值 但是你的乐观 对于身边的人 是有很强的支撑作用的 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它也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 像我自己 我心里面有 可能是悲观跟虚无 跟对吧 这样的一个部分 它肯定是存在 但是我依然愿意用我的 哪怕是强撑出来的 或者是表演出来的乐观 去支撑别人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它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乐观还是有价值的 或者是我补一句 我会更多地去让自己 我不想乐观和悲观这事 因为我的确有时候来不及想 是因为你去 我就让自己怎么保持好奇心 保持探索 然后锻炼身体 然后我就来不及想 我今天是高线而不高 其实我没有想 我想的是 比如我们 博客观议会 能做什么花样来 然后就很好奇 就是去折腾 因为刚才他说了 今天这个格斗 它就是已经突破了 你的身体的极限 这已经算是极限运动了 某种程度上 所有的 因为你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通过耐力极限运动 这是这条路 耐力的极限运动 它已经拓展到 一定维度了 所以就可以让自己 去保持一个好奇和探索 然后乐观是一个 呈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不呈现了 我也无所谓 你能保持探索和 这种状态的话 它底层还是乐观 对吧 乐观的人才会一直 去探索新的东西 其实刚才关义说 这也是我觉得 特别佩服关老师 我特别钦佩他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行动更多的人 而不是一个想的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 他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行动当中 去发现 去思考 去体验 我觉得我们现代人 确实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今天人想太多了 想太多 对 因为想 因为你读的东西 你听的东西太多之后 你也会觉得很多东西 是可以通过思考去解决 其实不是 绝大多数问题 是干出来的 是你要跳进 那个action里面 你才能出来 对 思考更多的是 你做了很多事之后 你回头来回顾 格斗不就是把身体 彻底 格斗就是彻底地 把身体变成一个 信息接收器 以前只用大脑思考 用视觉 但是我们忽略了身心 让癌揍 你知道这疼 那疼那疼 然后都在接收信息 你就很多事情 已经就由内而外地改变 所以说不能当一个宅男 那肯定的 所以元宇宙我没兴趣 真的 真的 我绝技没兴趣 我告诉大家 这都能绕回来 就是我绝对相信 未来科技越发达 然后我们越原始地 去山林里面 图个布什么 这种越珍贵 就是以后 越用身体 去跟自然碰撞的 会越贵 越难 其实那个越重要 它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 然后我提 我们让露西亚说一下吧 四票俱乐部的露西亚 对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露西亚也是强输出的 我是四票俱乐部的主播露西亚 然后今天其实 我会有一点的感觉 就是这部电影 它在展现的很多时候 是善意的一面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上的 很多事件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知全貌的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 我心里也会想 就是 很多时候你是很难 光靠一个道理去评价 这个事情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的 那你可能只能追寻着 当下你心里的所想 先去做你认为 好像更好的事情 并且你能执行下去的事情 像片中的主人公的方法 就是他觉得起码 我去打一些商业的这种 非正规的比赛 假的 对吧 对对我赚点钱 对小朋友们的伤害也没那么大 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这是第一步 慢慢慢慢 我再去想怎么去做 这个事情放在当时 它一定也不是一个 所谓特别特别合规的事情 可是那是他能想到的 能尽自己的力 做到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也不意味着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世界上 所有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也不去反思了 我觉得这也是 某种程度上 媒体存在的意义嘛 就是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 让大家从多角度的去看它 然后进一步去看 是不是这个实际上是社会缺失了什么的 是社会上面对这群孩子没有在照料 是整个制度和结构上面 并没有能够让他们符合道义上面 所谓公平公正的去成长 那可能真正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光靠像当中这些 使一些自己能想到的办法的好心人 他可能还会触碰一些 是否合规啊 是否公正等等的边界 还是让社会用更多的社会资源 和结构性的资源 去让世界上我们看到这样 让自己心痛 或者说无力去解决的事情 越来越少 这可能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希望 对 说得非常好 这个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 我觉得 这个是那天我跟C总在聊一个事 我觉得今天 说一个那个什么直白点 我觉得今天的社会是变得越来越残酷的 这个残酷不是说卷的意思 而是我们对彼此的那种理解 那种同理性真的是越来越少的 越来越少 对 同理性不是说 我看你不开心了 难过了 我知道你很难过 这就叫同理性 同理性也包含 我看见你作为一个人 你在你的具体的生活情形之下 你面对了所有的局限 所有的障碍 所有的困难 就像比如恩波格 这些小孩 对 我们看着都觉得 你为什么不能送他去上学 对吧 你没有在那个环境里 你无法体会 他们面对多少的系统性的 结构性的环境的这种限制 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也没有这种限制 所以我们感受不到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 什么事动不动地去批评 去举报去怎么样 其实都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在自己的 一个优势的位置上 没有看到自己的特权 自己的资源 自己的优势跟自由 是很多人没有的 所以他会站在一个 居高临下的位置去评判 所以我觉得能够改变 这种越来越残 打引号残酷 可能还是得像这个片子这样 你看到他们所面对的 那种impossible有多么的强 我这样才能真正的共情 所以这个共情比较彻底一点 对 是 是 对于人的一些局限 对于他的一些困境的一些理解 哪怕是你对你自己 对吧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自己各种自责 我自己怎么不好 我经常跟我来访者 说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吗 你所经历过的事情 换了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比你做得更好 就是这样的 因为电影里面都说了 就人家义务教育 cover他们 但真实的生活 肯定是另外一样的 这个电影它要大家看得到 它这么久 还是接受到了九年 九年义务教育 为什么看不到 那个就是现实生活问题 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我觉得我很难感动身受 只能去想象一下 咱们现在看电影也要smart一点 不能太过于直接的 接受里面那些信息 有些东西 OK 然后 非常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 因为我为了这一课 等了整整五年 就是2018年5月20号 那个Steve老师 我是给了你 在私信留了个言 给你跟中二怪老师 因为当时你们留了 你们做了那一切 对不起 我昨天写了三千多个字 我想我不能耽误大家 所以我收到两百个字 最后汇成一句话 对 就是 就是当时你提到 有很多人身在比较好的阶层 但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因为自身爱的匮乏 一直卡在自身的问题里面 没有办法往上去走或者进步 然后找到解决方案 然后把自己限制在 认为万事万物 应该有唯一的答案 然后这个说的就是我 然后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被你看到 所以我非常的触动 然后你们当时探讨到 一个影响我至今的价值观 就是在了解了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之后 没有选择遵从 这些错误的游戏规则 而是去身体力行的传播 和做正确而艰难的事情 去努力改变世界的错误的这些 比如说割韭菜啊什么 就是消费别人的痛苦之类的 我确认一下 就是五年前 Steve有一期节目 是和中二怪一起做的 然后他有回你一个评论的意思 这个是他和中二怪当中在 然后这个价值观 他其实每一期播客 就动不动就会提到一下 动不动就提到一下 但是对 但这个对我影响非常的 因为我2019年底 跳槽去了一家 就是领导跟同事都非常擅长 POA并且以此为乐的一家公司 把我折磨了五个月之后 我就抑郁症重度 然后做了三次手术 就整个人身体状况 出现了很大问题 我当时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到底我坚持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不是对的 就是然后我在这个期间 就一直靠听你的播客 听那个就是BYM 然后张逍宇这些人 播客才撑下来的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 就是也是call back一下 刚刚他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我当时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就是我现在进了这家公司 非常好 我的老板跟同事都抱持 跟你一样的价值观 然后 一层美术馆 跟大家宣传一起 然后因为你的影响 此处不是口播 不是植入 不是植入 因为你的影响 我在公司里面 力推了播客这件事情 然后在经过半年的策划以后 五月份终于上线 做了六期 然后老板非常高兴 就所以我想跟你谈合作 但不重要 合作不是重点 你跟谁 跟Steve合作吗 五年时间 我终于有机会 来跟你表达这个感谢 当你的面 谢谢你 不容易不容易 我只要感动了 我都会在群里发 但是真的非常谢谢你 因为就是真的 这五年时间 真的我等这一刻 等了五年 谢谢 那你要感谢 我点到你嘛 我们没有ray过 什么功你都敢抢 谢谢 然后我们继续吧 三位老师好 Steve老师好 我们之前还在 普通图书馆见过一次 然后我想 你们不要老师说这种片段 Steve老师很慌 我跟谁 我特别赞同 我左手边这位 樊老师之前说过 他说 在电影里面 就那些把孩子送到 他们俱乐部里的家长 本来也没想过 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这件事情非常的认同 因为我举我自己真实的例子 我的外婆 今天都是自爆的吗 都是要 我外婆 她当初只上过一个学期的学 她的学费都是自己攒的 最后 她一直跟我讲 她只差五脚钱就能上学 但她爸爸妈妈 宁愿让她的儿子们上学 但是也没有让她继续上 她其实读得很好 而且她刚出生的时候 也差点被卖掉 包括像 我也曾经对话过一些 间接接触过一些 大山里面的孩子 他们给我写过明星片 说他们的梦想 就是见他们的妈妈里面 他们从出生下来 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妈妈 所以我想 有没有可能 在家庭当中 父母对孩子多一些关爱 也可以 避免孩子走上 像电影里面 像抢劫啊 这些的歪录 我就分享 我觉得 会看这些电影 会反思 都真的都是城市里边的 中产以上的家庭 中国最现实 我不说中国 全世界的国家都是这样 最底层的人 就像Steve讲的 他就连看电影的资源都没有 他平时也没这个时间 没这个功夫 然后就一代一代地往下延续 一种非常悲惨的 一种轮回的那种东西 这其实是人生 人生那个现实的一种东西 但是我们也不 不怀疑是说 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的人 一直在做慈善的事业 试图去改变一个两个 或者几个 你比如说 像之前那个 比如说张贵兰 对啊 那个 还有很多啊 就是说 比如说 包括像李连杰 早年 一基金啊 什么的 当然后面遇到很多一些 什么争议啊 不争议啊 之类的 但是我一直都是对 做慈善这件事情 我一直呼吁大家说 你还要是要看到他 实实在在在改变的 一些东西的那一面 因为作为我们这个 能坐在这里的人 我们能做到的 如果你除了 结合电影的内容 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 思考一下自己的那种 亲密关系家庭关系之外 之于再能多帮助一些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尽力了 也就是这样的 除非说你是一个 比如说包括 你是出版社工作的 你是自媒体的 你说怎么样 然后通过你的平台 通过你的内容 去影响更多人 那我觉得也是 功德一件的一个事情 对 但是还是杯水车薪 这是现实的东西 但是不影响我们 继续杯水车薪 对 我觉得就是 公益这件事情 不需要是精英化的 不一定说你是明星 你搞个大精英会 那才是公益 你能帮一个人也是帮 我自己一直在做一件事 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我一直在给一个 也是通过一个公益项目 给一个云南 也是山区里 一个小朋友写信 就是手写信 写着就拍照 创成他们的平台 也是坚持了 快一年的时间了 其实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一个事情 你跟他讲一些 他没有听过的 他不了解的一些事情 推荐一些电影给他 推荐一些书给他 就是公益不需要是说 像恩波这样 对吧 他自己搞这么大一个学校 你哪怕你帮一个人 你多告诉他一件事情 也是一种帮助 所以我是觉得公益应该 如果你是一个 有这种社会意识 跟社会公平意识的 这样一个人的话 他应该成为 你生活方式一个部分 我也特别鼓励大家 都是去找到一个 你力所能及的方式 参与某种形式的公益 甚至都不一定 一定说是大山里的小孩 你哪怕是身边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这事 我得做点什么 你都可以去参与 你奉献一点点的力量 都是OK的 郭老师 我说我其实公益 我其实跟Steve一直说 咱们那个野外急救 不就是 一直说我们俩 想一起招募一期 野外急救 然后其实就是为做宣传 因为我做过很多次主办方 我学过很多轮 我也参与过好几次救人 不管是在国外赛道上 还是在国内的火车上 我都参与好几次 我以前也分享过这样的短片 它是实打实的救人 而且你学过 就跟没学过 完全不一样 你这么说的 在座突然就想 赔赔赔赔 不在的某一个空座位 这个人 啪气倒了 你学过了 你知道怎么去照顾他 在救护车来之前 做12345 其他人就 甚至有一点害怕 天哪怎么办 麻了你知道 又慌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你一说的公益 我想就是以后吧 我们有机会就搞这种 赵景臣 最后一个好吧 其实我刚跟前面几位同学 都有共鸣 就是我之前 是做别的工作 但是我现在 也是因为自身一些经历 然后开始转向 马上就要学 社会工作的研究生 然后我也是听 Steve老师的播客很久 然后我就想说 那之后我再开始 就是从学习到 之后想做一个social worker 然后尤其是想要 回到国内去帮助 尤其现在各种 因为各种事情 有心理困境的人 因为我也经历过 然后也看到大家 其实无论各个年龄层 各个阶段 各种处境 就都有一些心理上的困境 因为我那个concentration 就是专业也是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健康 我想问就是您对于我 这样一个初学者 有没有什么大纲 或者是大概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您可以推荐给我 一些什么读物啊 或者什么的去读 其实不只是对我 可能对大家 想要去了解这一个学科 或是甚至将来 想做一些对别人 有帮助的事情的话 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谢谢 我的建议其实就是 作为助人者 一方面你尽你所能地 去帮助别人 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 你帮不了太多人 也别气馁 因为重点不是 你能一口气帮很多人 其实跟这电影也扣题 他没有办法一口气 把所有的孩子 全部变成世界冠军 但他坚持就是做了 可能二十多年的事件 所以就这种持续 不断地帮助 这对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为需要你帮助人 一方面是从客观层面 需要有些知识 有些技能 从另一个方面是 他需要看见 这个帮他的人是一直在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作为助人者的话 照顾好自己 能够细水长流 能够一直一直地坚持 这是特别特别关键 然后有一个 我接下来会翻译一本书 是跟男性抑郁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也是刚才 我之所以聊到 关于那个 就是那个有暴力行为 那个书 我觉得就是 那个书之后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有助于大家去了解 这个方面的话题 就是这个书我会推荐 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 书名叫什么 但是敬请关注 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讲 这个消息 因为昨天刚刚定下来的 所以就敬请关注 对 好 我们不再多聊了 然后进入到抽奖环节 怎么抽呢 大家拿出手机 刚才已经加入群了 然后我们这边有九件 那个八角龙中的文化衫 长这样 我穿着 文化衫 Steve你要吧 你要么你拿一件 你不用 是红色的 黄色的和黑色的 黑色的有两件 是L的 L的 就是关老师的那种身材 这是L 剩下的都是M的 可能那个更适合 女生的身材一点 好 我们抓紧时间 这样大家都在那个群里边 随便你打什么东西 然后关老师喊停 我就截个屏 然后那一屏的 九个 前九个 就是我们的中奖的 就是我不看 我也不打手机 对吧 我来截屏 你就随便倒数 对 现在大家随便 随便 随便发任何东西 你可以突发几条 我可以建议一个 一个不同的抽奖方式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但是需要破费你一点金钱 就是你在群里面 发一个手气红包 然后每一个红包 比如说你限 比如说 九个 三十个红包 然后手气最佳 可以 那大家 但金额你自己 你自将离而行 对 就发一个红包 只能九个人抢 只能九个人抢到 也可以 对啊 就九个人抢到九个 就是举手上来合个影 九个人 也可以 拍个照 那就八块八毛八好吧 八块八毛八 怎么九个人抢 我突然 八个人 九个人抢八块八毛包 可以的 可以的 八角龙中 都是八八八 八角龙中 哎呦天呐 我突然发现我好实称 我以前都是每一个人抽 每抽一个人发一个 好准备 好准备 早准备啊 好了 小速 赶紧 好来 阳上了 祖艺家 祖艺家上来 好 然后Vicky上来 放竹上来 中甲子都知道 不要刷屏啊 小秋儿上来 然后乔 七 七一乔 对吧 HSN上来 Susan 嘉评上来 Isabella上来 然后小树 小树就刚才那个 易苍的那个同学啊 一个男生都没有吗 有一个 排一下排一下排一下 没事没事 让Steve给你们颁奖 来来来抓紧 男生站在那边吧 那边 对 然后我们摄影师拍一下 不直接给他们吧 还是怎么样 靠近点 靠近点 左右站开一点吧 或者站两排不要不 拍不进去的 我会他广角肯定 好大家准备好 还有两个大奖 大奖 对对对 同时介绍一下 好 我不用不用 你这会儿 记得拍我这个奖品一下 就可以 好 来下轮奖品抓紧时间 我们快到时间了 来凡事 自己拿 来接着下一轮怎么抽 也是这么抽吧 好吧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两份奖品 是我们迟早更新的 任宁老师 他的创业团队提供的 就是两份 TISO耳机 播客耳机 然后我有个口播的 TISO通勤耳机的 创始人是迟早更新的 主播任宁 是播客自己人 给自己人做的耳机 当我看到你带冤 也就是这款耳机 我就知道你也在听播客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天猫淘宝 京东搜 TISO TISO 通勤耳机 下单购买 跟客服报案号 播客观影会 有惊喜大额 劝领取 行 那还是群里边 我这次是两份 然后就是两个红包 更难抢了 大家准备好 这个比较贵 发紧 我莫名其妙搭进去 两份红包 抽中了 赶紧上台来拍照 还有没有大合影 两个 准备 然后这次9块9毛9吧 金额说了量力而行 对 来了 来 许涛 Velonica Velonica 两个第一排来的 哇 厉害厉害 快快快 是我们坐得比较近 信号比较好 关老师颁一下 关老师颁一下吧 给我一个 恭喜 拿着 展示一下 还要反图给 来 和个影 这四个人和比较简单 好 咱们就一起拍大合影 摄影老师 最后我们拍个大合影 赶紧时间 我们要给影院腾地儿 好 最后我们拍个合影 Steve你坐中心 我蹲着就完了 不用 隔整 不影响 对 小心 小心 我没事 我蹲低点 我蹲着 来 一 二 三 Steve Steve 为什么Steve 为什么Steve OK了是吧 好 好 感谢大家的光临 然后我们会把 那个下一场的 那个链接也发到里边 如果大家备于下一场 我们长安的那个活动 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购票 现在还算 大家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然后那个下场 还有Steve 然后还有我们的 《红楼曼顿》的 刘六老师 然后现在活动到这边了 然后大家可以抓Steve合影 没事 外面合影 咱们尽快把这个影院 腾出去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 好